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跟我咨询各种恋爱秘籍 于是我问了一个很虐狗的问题 问了那么多 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小萌迟疑了下 反问我 我跟他已经五个月没见面了 不过每周还保持在微信里甜言蜜语 算不算有 我笑了笑说 你只是在跟微信谈恋爱 小萌的男朋友叫海洋 两个人在三里屯酒吧相识 小萌非常清楚 跟酒吧认识的男生谈恋爱非常不靠谱 但海洋同学跟别人有两点不一样 第一点是他很帅 第二点是他非常帅 我问 是不是觉得他眼神很深邃 小萌点头 我骂道 你脑袋坏了 只会画眼线不好好读书的男人 你也敢要 当然 这句我是在心里骂的 真骂出来 还不被这个北京大妞砍死 海洋是上海人 有一个单亲母亲 而小萌是独生女 父母也老了 两人谁也不可能去对方的城市 所以异地四年 再加上双方都有固定的工作 见面机会跟新闻报道一样没谱 顺利的话一两个月见一次 忙的话四五个月 小萌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 活得比较梦幻的那种 她相信距离能产生美 一开始的异地恋 虽然见面次数不多 但是两人常常在微信里甜言蜜语 只要一有空就视频聊天 确实是距离产生美 可时间一久 用小萌的话说 就变味了 小萌承认 确实是海洋过来看她的次数多 但每次分别的时候 她都不愿去车站送她 车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地方 即使是朋友的离开都会难过 更何况是自己喜欢的人 小萌说 特别是工作受到委屈 一个人回家的时候 哭成累人 想打电话跟她诉苦 却又担心她工作也很累 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 这个时候 她会觉得爱得好累 其实这些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她习惯了每天无数个微信表情 习惯了 干嘛 在忙 去洗澡 习惯了十几分钟的语音聊天 习惯了 一周三次视频 小萌忽然发现 她不是在谈恋爱 而是在养手机宠物了 此时 海洋发来问候的微信 小萌当场就跟我呵呵了 我笑着说 很多时候最恐怖的 并不是单身 而是日子长了 然后不知不觉 就适应不了 在一起的日子了 小萌点头认可 再然后 她跟海洋见面聊开了 他们都不想养手机宠物 都不想跟微信谈恋爱 于是 两人和平分手 很多时候 即使同城也这样 前同事小美 刚跟前任分手 听闻我是失恋少女的垃圾桶 随即找我诉苦 试图走出失恋阴影 小美说 我跟她都在北京上班 但恋爱这一年 见面不超过十五次 你会笑我吗 我大笑着说 不会 小美一个熊猫拳呼啸过来 小美跟前任君 这约等于十五次的约会 有三分之一 还是刚开始恋爱的 头两个月见的 所以后面的十个月里 平均两个月 才能见一次 她都快变成一块望肤石了 小美说 人家霸道总裁各种忙啊 下班出差什么的就不说了 周末还要跟爸妈 去门头勾看奶奶 然后周一 再一早回来上班 见缝插针的机会 我都争取不到 各种酸楚 已经没办法说清楚了 我问 那这一年来 你们是怎么恋爱的 小美给我展示了 他们的日常 我翻了十几天的聊天记录 除了语音 摸摸哒 早安 晚安 剩下的就是 在忙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 下周我看看 最后我只能说 你还是爱得太将就了 小美点头 她一直在坚持着 毕竟找到一个好男人 不容易 但是最后前任君 还是给她发了一张好人卡 就把她甩了 理由是 她不理解她 她对男朋友的要求太高 她做不到 小美愤然问我 我对一个手机宠物 能有什么要求 无非就是想见面而已啊 见面啊 只是见面 我说 所以说不爱你了 你连呼吸都是错的 这话一点不假 小美最后还是哭了出来 她是一个要强的女生 即便是刚才说了那么多决绝的话 真正意识到分手失恋这个事实的时候 还是暴露了她脆弱的内心 我安慰说 小美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失恋 往往是定了错误的标准 选了错误的目标 我们爱得太将就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明白 你要嫁的并不是白马王子 只能是爱情 索性 小美后来想通了 而你呢 是不是也在跟微信谈恋爱 一年365天里 你们跟自己喜欢的人 见面多少次 千万别许下那么多的海事山盟 也抛掉那些花言巧语的套路 最好的爱情是陪伴 而不是微信里的情话 对于任何人来说 最好的爱情 都不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微信里发来的 多喝热水 早点休息 按时吃药 而是一句 请开门 我在你门口 所以男生们 对于一个姑娘的爱 不要停留在微信里 她希望你在她身边陪她 而不是手机里的亲亲我我 她需要真实的关爱 所以姑娘 跟微信男友说句对不起 你要的是长情陪伴 要嫁的是爱情 手心里的温暖 用各种方式交换 花季到了 等待灿烂 牵手一起面对勇敢 泪流过了灰感 心痛过了灰习惯 花季未了 感情圆满 我们互相取暖 有心事我和你 彼此分担 没有你生命 少一半 经过的挫折 并不悲伤 从坎坷到平淡 你是我幸福的开关 这世界有你陪伴 这世界有你陪伴 任何事都变简单 终于知道我并不孤单 这一路有你陪伴 感动就永远守不安 终于懂得怎么办 这世界有你陪伴 还会有什么遗憾 你的喜怒哀乐 我保管 这一路有你陪伴 就不怕要转几个弯 你让我乐观 有力量面对困难 泪流过了灰感 心痛过了灰树 戏流过了灰树 过了灰树 华吉未了 感情圆满 我们互相举暖 有 tenim时我和你 彼此分担 没有你生命 少一半 经过的挫折并不悲伤 从坎坷到平淡 你是我幸福的开关 这世界有你陪伴 任何事都变简单 终于知道我并不孤单 这一路有你陪伴 感动就永远守不安 终于懂得怎么办 这世界有你陪伴 还会有什么依盼 你的喜怒爱了我保管 这一路有你陪伴 就不怕要转几个弯 你让我乐观 有力量面对困难 你让我乐观 有力量面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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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揀